郭外伦下家基本确定 球迷等待一个月后终于有眉目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名流球 我是小名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CV的球迷 给小名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CV的最新情况 大多数的目前CV已经结束了 在之前CV流运队是几位各路豪强获得冠军 可以说本期的冠军确实比较难得 因为作为浏览人来说 在最近几年虽然说成绩比较稳定 但是呢距离总冠军总是差一步 今年终于圆梦 作为球队的绝对核心当家球星郭越伦 他的一些动向也尚很多喜欢浏览的体育迷 是非常关注 因为在之前郭越伦也是有媒体爆料 很有可能离开流伦队 这个消息呢 虽然说没有得到郭越伦的证实 但是呢无风不起浪 就在之后呢 其实作为郭越伦的时候 他没有去明写表态 也没有选择离开 也没有表示将会离开 也没有表示不离开 但是作为球迷来说 还是希望郭越伦能够留在流伦队 因为作为流伦来说 他目前来说整个人员班底非常气冷 如果郭越伦能够留下 可能在未来几年将会创造一个王朝 就在刚刚呢 是据知名媒体报道 郭越伦呢很有可能继续的留在流伦队 可以说郭越伦的下家呢 基本上就确定了 下个赛季啊将会继续留在流伦 只要是工资谈妥之后呢 作为郭越伦来说 坦实非常希望能够留在流伦 因为这么多年 对于每个球员 每个队友的一些熟悉 还是流伦最熟悉 我们希望呢 郭越伦能够留下来 因为目前来看 在CBC结束之后 一个月之后呢 郭越伦呢 没有去做任何表态 也可以看出呢 郭越伦啊 还是希望能够留在流伦 在之后也是去多名媒体人报道 郭越伦呢 如果没有什么太大意外 如果合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 将会继续留在流伦 帮助流伦队能够在接下来几个赛季呢 成就一个王朝 不只是在俱乐部 包括国家队 都是需要流伦队的当家球星 郭越伦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 因为我们将会 因为我们接下来将会有押运会的比赛 包括世界杯的比赛 都是需要郭受能够在比赛中啊 稳定情绪保持状态 如果郭受因为合同问题 搞得自己训练不能够太突入的话 对于整个状态来说 也不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说我们希望 在本次的事情之后呢 郭受能够继续的留在流伦 帮助流伦队啊 能够成就一个王朝吧 这可能是所有喜欢流伦体的一个共同愿望 我们是祝福流伦 祝福郭越伦 能够在接下来一些生活中 比赛中啊 越来越好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名流球 下期再聊